真的超不開心 Channel在香港7月3日正式加價了 Hello 我是Annie 多謝大家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和旁邊的小鈴鐺 你以後就不會錯過任何影片 就像我剛才這樣說 Channel已經加價了 真的加了很多 加了十幾% 我真的沒想過加得那麼快 其實之前我看了很多外國YouTuber說過 在美國7月1日就會加價 但我真的沒想過 香港這麼快就馬上跟著加價了 而且一個%來計算 我覺得香港應該更加得多些 我懷疑可能想平衡外國的加稅 變相你在外國買和在香港買 價錢真的很一樣 真的很不開心 但我又可以跟大家說 如果你們還是有機會想買Channel的話 我反而之前買這兩款 而我所知是還沒加價的 尤其是我之前說過 Coco Handle 其實今期真的有很多顏色 如果你有機會找到SA去幫你留 我都覺得你盡快希望可以留 因為我真的不確定下一季會不會加價 亦是這個季會不會加價 我看到價錢也沒有轉 但亦是Utai的SA可不可以留給你 我又想問大家 既然Channel加了這麼多錢的時候 你們逐步會不會繼續中它們呢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最後告訴你 這個時候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我身邊有兩個YSL手袋 還有兩個LV手袋 這些其實都是我之前買的 其實Channel我之前說過 我是今年年初才開始入坑 開始喜歡它們的 但它們真的不斷不斷地加價 令到我有一點點卻步 但其實它們真的很漂亮很好 我亦都知道香港很多人很喜歡 但有時候加到這麼貴 有時候值不值得呢 我今天想分享一下 其實這一類型的手袋 大家都知道現在喜歡比較細型的手袋 這一類型的手袋 其實可以安裝到多少東西 以及價錢是大約多少的 你們可以考慮一下 參考一下 究竟你們會不會想轉會 還是可以分散投資 不只是投資在Channel裡面呢 其實你們可以提醒一下 我之前的影片 在我開的SLG影片裡 試過放很多東西 在這兩個手袋裡配合了 我這次不想再試配合 反而我想試放 我現在桌上的東西 在我這四個手袋裡 第一個 我想展示給大家看 是YSL 這個叫做Toy Lulu 這個我是一個Pattern Leather 即是七皮 這個其實我也在網站買的 現在在YSL官網賣11,500元 其實也蠻可愛的 因為它好像一個Fuffy的包包 但它也很有Structure 裡面就是這樣 這個裡面就是布的材料 裡面有一個Separate 後面的Back compartment 前面有些Card Slot 類似有少許Wall on Chain 但可以配合我 做手袋 我亦嘗試放一些東西 之前這個就是Chanel的O case 直接收進去 當然要小提電話 我的Compact粉底 紙巾 紙巾 潤唇膏 眼藥水 和這個清潔 其實所有東西都放得進去 其實會和我之前這個Seasonal Flap 放的東西都相約 但Seasonal Flap 其實頂部還有少許位置放些東西 這個你也很明顯看到 這個是窄身一點 但包包一點 厚一點點 但我覺得這個也蠻可愛的 其實我個人覺得 這個會比較Casual 當然 為什麼這麼多女生很喜歡Chanel 因為是那條Strap 我自己個人就是 因為Strap很漂亮 很Elegant 很Girl 很女生 這些會比較Casual 但又怎樣說 因為這條Strap其實是removable removable 其實我見過人會試拼一條 珍珠Strap也可以 或者一些鏈型的 類型像這些鏈型的Strap 會比較Elegant 整個樣子都會不同了 不過這個其實也蠻可愛的 我覺得蠻可愛的 而且價錢當然實惠很多 另外一個我也想介紹 也是YSL 另外一個 這個也叫做 如果我忘記了 它叫做Camera Lubac 也是Toy Wu其中一個系列 其實它也很漂亮的 它那個是一個Peple Leather 其實類似Chanel的Caviar 其實它的鏈也很漂亮 你看到它的金色其實也做得很漂亮的 其實我覺得YSL的Logo 這個位置也很漂亮的 你看到它 我兩個都是金色 它有些金色的Logo 我覺得它做得也蠻漂亮的 但它也有很多不同顏色 它有些Vintage Gold 或者Silver 不同 這個好像叫做Vintage White 這個顏色 我會覺得這個很輕巧 其實這個可能跟Chanel的mini flap 不是差得太遠 我在Description box裡打尺寸給大家看 它最漂亮就是這個Tussle 我試試把我剛才放的所有東西 放進這個袋裡 放不放到呢 先講講這個袋 這個袋子 有一樣東西真的最好 這個袋子可以有一個Card slot 放進去 這個你會驚訝 這個價錢 它整個袋子裡面都是全皮 這個袋子真的很經濟就位 在官網其實是9250 我們把東西放進去 所以我真的很推薦大家買O Case O Case真的很好 你看這個袋子這麼小 它也放進去 有Santizer Compat 現在是按紙巾 還有電話 剛才也是唇膏 唇膏 Santizer 還有眼藥水 這個很明顯 真的要撿得起理一點 因為這樣真的有一點敏敏的 這個真的偏小 我知道 剛才好像我這樣說 這個手袋其實它有一個Card slot 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真的又是Serve as Wallet on Chain 你嫌O Case太厚 都可以不用O Case 但這個我覺得可以的 這個最特別是它也很像Chanel 它後面有一個Back pocket 譬如你真的很急 很衝磨 你想塞巴達空很好 或是塞一些Resit 或是塞一個電話 都可以的 但我覺得它這個Card 其實做得很漂亮 而且它也有那個頂 這個有一個Ladder Strap 會你背得舒服一點 這個也蠻漂亮的 好 記住 這個真的很划算 是9250 可以跟大家說 其實如果你們有開海廣城購物的話 如果你有券 其實YSL是可以再減 有Discount的 好 這裡兩個是LV 這兩個LV 我自己個人 我兩個都很喜歡 這個會舊一點的 我又買了 都幾年前 這個顏色現在應該都沒有出 這個款式 但是我很喜歡它那個 我很喜歡手袋 其實有些Structure 比較硬身一點 好像會挺一點 不會好像 不知道 我喜歡一些袋 有些Structure會漂亮一點 好像鞏固一點 好像新正一點 因為有些袋子用了太久 好像扁鐵鐵 就會好像沒有那麼新正 沒有那麼漂亮 這個袋子反而 我想是剛才的 我這裡的六個手袋 最大 我之前試過 其實剛才說過的東西 一定可以放進去 甚至這個 我知道這個這麼厚的Compact Wallet 也是可以放進去 因為其實它很方便 它裡面雖然是布 但是因為只有一個Compartment 它比較鬆動 有好處有壞處 一個Compartment 就可以擠掉所有東西 很輕鬆地擠掉所有東西 不好的東西就是 當你拿走一樣東西的時候 再放進去 這個位置就會走了 我相信如果真的買一些 擺放進去 也一定有的 但是真的 見人見智 看看需要不需要 因為一放了擺放進去 當然袋子又會用量少了 但是這個 幸好真的很夠大 雖然你說拉筆 不能說抹得很大 但其實都可以的 其實這個連長銀包 我之前有用LV的長銀包 連長銀包都可以放進去 但是當然現在不會用長銀包 因為真的太浪費了 這個我又把剛才擠的所有東西放進去 也是Ocase 全是電話 有這個Compact 紙巾 衣服 唇膏 唇膏 唇膏和眼藥水 其實這個真的有很多空間 裡面還可以放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反而有時候 我譬如是用大大銀包 我就覺得很方便直接放進去 不用搞那麼多東西 就可以不用換回Ocase 很方便 我試試拔回Ocase 放一個銀包進去 給你們看 你們就明白了 對 每個銀包都放得下 其實再放到Card Case 也可以 我是用的口罩 口罩套 真的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這個 我個人來說 我挺喜歡 我可能有時候懶惰 再收拾那麼多東西 直接放進去 很方便 到最後 我想介紹這個 這個也是我去年買的 這個叫做LV的Spring Street 這個袋也很像跟剛才的Elma一樣 其實支援也是很適合的 你可以換一些更漂亮的支援 甚至 因為Elma 其實這兩個手掌可以手抽 你就可以不要這個支援也行 所以為什麼我也是這麼喜歡CocoCandle 因為我覺得是另一個look 你可以換上去 這個也挺有趣的 因為它已經有兩個Tag 已經好像有些裝備 不需要再加些什麼 這個又是很固域 你看到 這個裏面是Microfiber 它裏面很簡單 只有一格 有一個小袋子可以插卡 同樣時間一樣 放這個O-Case Compact粉底 紙巾 唇膏 唇膏 清潔 眼藥水 大家都知道我大約是放什麼 當然也是手機電話 這個 這個也是 全部都放進去 因為應該 O-Case這麼多個袋子 這個我剛才說過 應該穿得最多東西 其次應該是這個 因為它是正正方方 它連頂部會多了空間 去穿東西 也很特別的 這個Strap 它很有趣 一邊是Canvas 一邊是Epi Leather 它的材料就是 Pattern Leather 它叫Ferny 其實有很多不同顏色 那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買完紅色之後 這是幾年前買的 去年最後也是選了紅色 其實它挺漂亮 一個是黑色 還有一個粉紅色 它今年再出了兩種不同顏色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說 這個現在賣18,400 這個賣16,700 你們有沒有想過 竟然現在四個手袋加起來 都便宜 我買這兩個Chanel手袋 Chanel真的 其實真的挺貴的 但是我又會覺得 剛才我買一開始說了 加了價 你問我我會不會繼續買呢 我都可以回答你 我想我都會的 因為我都真的很喜歡Chanel 它的款式 因為連我老公自己都說 你什麼Chanel的感覺出來 和什麼感覺出來是不同的 但當然 每一個品牌有自己不同的粉絲 我都有不同品牌的手袋 我覺得在不同場合 你可以拿不同的手袋 所以今天我就是想和你介紹一下 如果另外 如果沒有 覺得Chanel真的太貴了 我覺得 我也不想再買了 這些就是另外一些 另類的選擇 你也可以考慮一下 但當然 一班忠實的粉絲 始終都會忠情在Chanel裡面 我們可能要找一些比較 自己便宜的價錢的手袋 和真是很忠情的款式才購買 因為它真的加得太重要 你不可以真的 我想買這個 我想買這個 真的太貴了 加起來 因為真的 這四個加起來 加起來真的不夠這兩個 價錢 這麼貴 但當然 我再說一次 不同的場合拿 你會選擇 我希望這段影片 都可以給大家一種新的體驗 看看可不可以探望不同的牌子 當然 中粉的不需要理會 但都可以研究一下 或者你可能另類 有時想出街很隨便的 不想每次大場都出街 都可以帶不同的牌子 今天的影片就是這樣 你們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以後就沒有錯過任何影片 拜拜